接下来我们做一下打包和解包的演练 首先让我们来明确一下 接下来要演练的步骤 同学们 第一步我们先做一下准备工作 我们把桌面下所有的内容全部清空 因为这样可以方便我们看清楚 后续打包解包演练中文件的变化 以及文件大小的变化 那当准备工作做完之后 我们就在桌面下新建三个空白文件 010203.python 同学们老师问大家 要想创建空白文件 用哪一个中根命令 哎非常好 touch 我们摸一下就可以创建一个空白文件 对吧 那三个空白文件创建完成之后 我们就用刚刚学习过的tar命令 加上-cvf选项 来把这三个文件打一个踏包 叫做py.ta 打完之后呢 我们再在桌面文件下 建立一个tar的目录 把这个踏包挪动到tar中 然后在这个tar目录里面 我们做一个解包的操作 好 明确了演练步骤之后 接下来就让我们按照这个步骤 一步一步来做 首先清楚一下桌面目录下的所有内容 来 让我们回到Ubuntu 等你们看 现在我们的工作目录 就是在桌面目录下 对吧 老师呢 先挑一个RM RM是不是可以删除啊 同时加一个-R的选项 同学们 -R这个选项可以做什么 哎 非常好 可以删除目录 对吧 然后跟一个新 同学们 新号这个通费符 是不是可以代表任意各数个字符 而我们用一个单纯的新号呢 就可以把当前桌面目录下 所有的内容全部清空 现在老师回车 大家看 回车之后桌面文件下下 是不是空空如也了 对吧 我们可以用LS-R 再进一步确认一下 哎 总用量0 现在我们第一步准备工作做完 紧接着 来在桌面文件下下 新建三个文件 那现在让我们回到Ubuntu 老师挑一下 Touch01.py 回车 然后按一下向上 把01改成02回车 再一下向上 把02改成03回车 哎 三个文件建立完成了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笔记 看一下第三个步骤 我们要把这三个文件 打一个名字叫做PY的踏包 那现在让我们回到Ubuntu 同学们 要打踏包用哪个命令 哎 非常好 要打踏包就用TAR这个命令 要想打包 我们有三个固定连续的选项 个CVF 其中C就表示创建文件 对吧 然后在F选项后面 我们跟上踏包的名称 老师写一个PY点踏 写完之后 我们在后面 跟上要打包的这三个文件 老师写一下 01.py 空格02.py 空格03.py 同学们注意啊 在打包的时候 如果是多个文件 我们呢 可以用空格分格 一个一个把所有要打包的文件名 写在后面就可以 那现在老师回车 大家看 回车之后 桌面上是不是多了一个PY点踏 对吧 现在让我们用RS-L来查看一下 回车 哎 同学们看 现在桌面上 有01.02.03 这三个空白文件 文件大小呢 都是0 同时还有一个 我们刚刚新建的踏包 PY点踏 这个文件呢 是10240 同学们 怎么样能看到 更人性化的大小 哎 非常好 加一个-H的选项 对吧 老师呢 再敲一下 RH 现在回车 大家看 回车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PY点踏 这个文件 有10K 同学们 之前老师讲过 踏这个命令 在打包的时候 负责压缩吗 哎 不负责压缩 踏这个命令 只负责打包 R 不负责压缩 压缩的工作 我们稍后再讲 现在我们先把重点啊 放在打包和解包上 你们看 现在我们是不是 已经有了一个踏包了 对吧 然后让我们回到笔记 看一下第四步 第四步 我们应该新建一个目录 然后把这个踏包 挪动到这个目录下 你们看 要新建的目录 就叫做踏 对吧 来 让我们回到乌班图 要建立目录 用哪一个命令 哎 非常好 make dr 对吧 然后老师写一个踏 现在回车 回车之后 同学们可以看到 桌面上多了一个 踏的目录 紧接着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踏包 挪动到这个目录下 那要挪动文件呢 我们再敲一个mv 然后py点踏 给它挪动到tar 这个目录下 现在老师再回车 好 回车之后这个踏包不见了 我们可以用tree的命令来检查一下现在的文件结构 现在老师回车 回车之后大家看py点踏这个文件已经被移动到了tar的目录里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来做解包的动作 那要解包呢 老师就敲一个cdtar 切换一下工作目录 然后要解包用哪个命令 非常好 无论是打包也好 解包也好 都使用tar这个命令 但是在解包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哪一个选项 用xvf这个选项 对吧 然后跟上我们的踏包 python.ta 现在老师回车 大家看回车之后 是不是有三个文件的显示 对吧 如果我们现在ls-l回车呢 这三个文件已经被解出来了 同学们 我们可以双击桌面的tarm录 再进一步确认一下 现在老师双击 双击之后 同学们可以看到 在tarm录下有一个py的踏包 同时呢 有010203 这三个文件 对吧 好 现在让我们回到笔记 同学们 在这一小节中啊 老师呢 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打包和解包的演练 同时呢 把我们之前学习过的删除文件呀 创建目录啊 新建空白文件呀 移动文件呀 等等常用的终端命令 是不是又共同复习了一下 对吧 同时老师要重点前提一下 同学们 ta这个命令只负责打包 而不负责压缩 如果要打包 我们就用cvf选项 如果要解包 就用xvf选项 同时f选项后面 必须要跟上ta包的名字 好 讲到这里 老师就暂停一下视频 然后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